好,弟兄姐妹,你们好啊,很开心和大家一起 我们接着连串的主题都是讲到福音圣查经 那么目的是什么呢? 我们有时传福音,有时跟人聊天 发觉有些人有需要,他对圣经有兴趣 或者他心灵有重担,有烦恼 那么你又传了一次,说了耶稣,他又好像都未信 那么你可以做什么呢? 就可以跟他查不同的经文 当然,福音圣查经不一定只是查经的 是可以有不同的活动的,譬如先唱诗歌 甚至跟他吃一些小食,之如此类有很多样的活动 然后才去查经,是可以帮助人去认识耶稣 未信的可以信耶稣,还有初信的可以建立 甚至有些人信了一段时间,但他们跟神关系依然不好 都可以用福音圣查经,帮助他更加肯定他跟神的关系 其实很多经文没有想到福音圣查经是可以用得着的 因为有些福音圣查经主要是福音方面的 但是,我觉得很多人有个人的需要 他的烦恼、重担、忧伤、人制关系 全部这些都可以成为福音圣查经的主题 很多人都跟人有关系 问题有关系,关系有问题 那如何去冲破呢? 那我们可以用圣经去帮助他 好了,首先我们说一点 带领小组,待会会有小组时间 大家可以练习 但有一齐的时间,然后有小组的时间 那我们很重要的是 带着祖元的时候 跟着主题来回应 或者讨论,回应他的问题 讨论 当有祖元离题的时候 就需要引导他回去主题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今天想多些人练习 所以会多些分组 多些分组 就是有些可能以前没有做组长 你开始做组长 可能带少少人 但大家都试试有机会去操练 当我祖元离题的时候 就需要引导他回去主题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不要一直说 说他的烦恼一直说下去 那时候 当日的主题 就不是我们讨论的主题 反而成为他的问题 成立了主题 第二 就是当祖元分享多个项目的时候 或者他用很长时间 都是说同一样东西 那我们可以说什么呢? 我们先回应你说的这一点 好吗? 譬如他一直说一点一点一点 一直说下去 我们就说 好,你先等等 我们先回应这一点 然后我们回到主题 或者我个别跟你谈谈 如果有个人需要我个别回应 你 不要让一个人说话 控制整个群组 整个小组 另一点也很重要 就是我们大家都投入 就算有时候我们觉得 哇 有个人说话 都离开了 那我们依然 我们自己投入在小组 或者希望 可以挽回小组 去讨论的主题 就不要说 他这么说 我不想听了 我不理了 我不出声了 我静默了 我默想了 那我们在小组里面 我们尽量都投入 当有人这样做的时候 你都可以主动 如果组长没有出声 你可以说 不如我们回到主题 或者我们回应这一点 好吗 或者请组长你回应这一点 好吗 就是我们组员 都可以有这个责任 就不要说 组长你搞定 你不搞定 我就不出声 每一个人投入小组 是非常重要的 使用《呼叹性查经》的时候 留意 第一就是可以配合很多东西 破冰游戏 什么是破冰呢 就是人与人之间有些冰 破冰游戏 就是说 令大家轻松 有很多这些破冰游戏 不过 通常成年人 就不同 年轻人 年轻人 就喜欢玩游戏 但是成人都可以 有些游戏 我这里不是解释什么游戏 还有可以敬拜诗歌 唱一些诗歌 如果未信的人 有些诗歌 讲到神的爱 神的感动 他们会更容易触摸他的心 有时未必是 他敬拜赞美 即未信的人 他不懂得什么叫敬拜赞美 我们可以讲一些 神的爱的诗歌 和他一起唱 还有交易的沟通 大家聊天 这些都是预备的 也可以有小食 还有回应个人需要 譬如他有些需要 我们可以回应他 和他聊天 或者辅导他个人 然后才进入《福音圣查经》 福音圣查经可以单对单 也可以小组 也可以有些基督徒 即是有些加上基督徒 不只是未信 加上基督徒 令到气氛更加好 更多投入 更多回应 有时就会令到非基督徒 更加容易投入到 第三个就是 因为《福音圣查经》的对象是未信 或者初信 所以就不会很深度 我查经 如果大家进入《zoom》 大家都知道 我有《zoom》 在网上的《茶经》 早上和晚上都有 我会深度 为什么呢 我想帮助大家 去《圣经》发掘 发掘里面的真理 但如果跟初信者 或者未信的人 我们就不要太深 太深的头 他就会觉得很难 还有就是 如果他有说错 就不要强烈指出他的错 就是说 如果他真的错 我们不能够说他对 我们也可以说 还有没有其他人的看法 可以这样说 还有没有其他人 不用说你错了 其他人有什么看法 如果他说是对 只是那样真理的一部分 我们也可以赞他 你说得对 还有全面性各方面的答案 还有什么可能的答案 这个就是 不是否定 而是他说的是对 不过是一方面 第五 不要因为意见不合 而针锋相对 千万不要像咬脚 这样 就达不到目的 第六 总是出于关心和爱心 去传呼音 所以不要令对方觉得难堪 每段经文 记得三样东西 你只要查到三样东西 就可以了 第一就是明白经文 经文内容的重点是什么 有什么重点字词 就是有什么重点字 后面那些字 Promise 这些 不是一定要做到的 不过这些是可能性 Promise 就是应许 神的应许 我给大家看下一张照片 Promise 大家可以看到 Promise 经文有什么应许 Who 谁说话 谁做什么 What 有什么事发生 有什么物件 我想说不一定有这些 不一定 不过有时候你说 经文有什么 你可以用这些来找 然后 When 什么时候发生 Where 在哪里 和Why 为什么他会这样做 或者这样说 How 就是他们 如何做 和我们可以如何做 我回来回头 最重要的是 第一是明白经文 明白经文有淺度和深度 我们在《欢迎圣诚》 经文未必有深度 总之是 他明白到的意思 那就OK 不一定要有深度 第二是 让他看到神的属性和恩典 这个字 属性好像很深奥 其实就是本性 它的本质 为什么想让人知道神的本性 比如说 耶稣和那个血漏妇人说 女儿放心 你的信救了你 我们看到耶稣的本性是什么 她很怜悯这个女人 她很接纳她 让她知道 你是我的女儿 我关心你的 就是她的本性是什么 是一个亲切 她是一个亲切的神 是喜欢有关系的神 跟我们好像父子父女 是这样的 这是她的本性 恩典是什么 本性和恩典不同 本性就是她的本质 恩典就是她对我们做的 她对女儿做什么 她对女儿做什么 她跟她说 女儿放心 你的信够了你 她关心她 她安慰她 这个就是她的恩典 为什么恩典和她的本性 熟性又分开呢 我用一个例子 比如一个人 她帮另一个人 或者我说回另一个故事 一个真实我看过的以前的故事 就说到有一个爸爸 他要抄写来赚钱 家里很没钱 那儿子就秘密 晚上起床和他抄 让他赚多些钱 他就和他抄很多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他的儿子就因为睡觉不够 结果呢 学校有投诉成绩不太好 那他爸爸就很生气 但是呢 后来他发现原来 他儿子呢 和他抄东西 他发现了之后 他发觉原来他儿子很乖很乖 是真的很有爱心的 好了 这个恩典是什么呢 这个儿子呢 就会和他爸爸写字 这个恩典 这个儿子的本性是很好的 就是远超过抄东西的 他是怎样呢 他想到爸爸的需要 他想到家里的需要 他呢 就关心家里的需要 他又不想爸爸知道 不想爸爸担心 就是他有关心他 不要他担心 于是呢 他就秘密去做这件事 就是说 他只是写这件事呢 本身 只是你知道这件事 不会觉得那么特别 但是当你知道原来他的原因 和他的本性 他的本性多么美好 他会考虑到他爸爸的需要 他需要家庭的需要 所以他会做这件这么好的事 所以我们明白一个人的本性的时候 他如果他有很好的本性 我们就会更加欣赏他 而神呢 他的本性是很漂亮很漂亮的 我们越发掘神的本性是越美好的 所以我们需要思想神的本性 他的能力 能力都属于他的属性 他能力 他能够做到的事 他的智慧 他的聪明 他的安排 他看到一切的事 他预知一切的事 他能够成就一切的事 这些都是神的本性 他的属性 我们明白的时候 我们不用很复杂的 福音线茶 但是让他知道 你看看 神会医好伤心的人 就是说他很关心 他不会当他伤心的人 有些人说 伤心的人 哎呀 我很烦 他们经常都很伤心 没有人喜欢他 但是耶稣会很关心他 感受他的伤心 这个就是耶稣那种本性 就算有人拒绝这个人 但他也很想关心他 所以希望大家都在经文 找到神的属性和因练 属性就是他的本质 恩典就是他为我们做的 那你怎样知道是恩典呢 他爱我们 帮我们 有个我们在后面 他帮我们 祝福我们 赏免我们 更新我们 为我们预备奇妙计划 都有个我们为我们做的 这个就是恩典 应用 怎样应用呢 耶稣将劳苦丹重担拿走 我们怎样应用出来 怎样可以重担拿走呢 这三点 希望大家记得 第一明白经文 第二 神的属性和恩典 第三 点药 是不是容易记得 希望大家都记得 这三点就是一个经文 主要找到这三点 你就算不找到所有东西 找到这三点就可以了 不要想着要做一个很伟大的查经 不过我示范的时候 我会是多元化示范的 不过呢 就 你做的时候 不用有这个压力 你做到多少就多少 那你查经的时候 也要看他眼色 看他眼神 他查查一下 不耐烦 不耐烦 你就不要查下去 一个未信的人 你查一下 越查越悶 他下次不想见到你 所以 我们要知道 留意他的状态 好的 好了 那我的经文 我们一会用 就是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者女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看看 我反而没有放到这个经文 我相信大家懂得念 懂不懂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者女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压 学我的样式 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因为我的压是容易的 我的淡子是轻省的 这个经文就是 马太福音十八 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节 有些人说 怎样记经文呢 经节 任何方式都可以记的 大家有没有听过 人说 搭洗一号车 有没有听过 洗一号车 就是走路的意思 十一 二十八三十 怎么记 有时我们用不同的方法去记 好了 劳苦 劳苦担重担 我用这个解释先扬 我会跟大家去讨论 劳苦和担重担 两样不同 劳苦就是很辛苦做事 又做得很累 就是劳苦了 担重担就是 背着压力很大 大到他受不了 被压住了 安息的原文意思是 rest 休息 神叫我们休息 或者恢复得力 即是能够 本来很烦恼 很有压力 现在可以安息下来 柔和 其实这个很简单 不过我写了一些希腊文 希腊文数字 这个 Strong's Number 我曾经说过给你们 可以有原文和英文的对比 如果你懂得英文的话 你就可以 我曾经传过那个连续 我可以再传给你们 去找那些经文 为什么找原文呢 因为有时翻译是没有那么好的 那你要找回原文的意思 在那个劳苦的字 上面有个数字 二八七二 那你找的时候 我就在你们传给你的信息 写了Greek G-R-E-E-K 就是希腊文 新语就是希腊文 旧语就是Hebrew 希伯来文 H-E-B-R-E-W 然后你写那个数字 他就会把那个字的意思 给你看得到 大家可以去查这些字 他很柔和和谦卑 两种不同 柔和就是温柔 谦卑就是 他本来很尊贵 他会谦卑来帮我们 厄就是放在牛的背 和颈掛着 要来拉那些泥 意思代表和耶稣同工 耶稣的厄就是 和耶稣同工侍奉 这个侍奉是属于耶稣 是我的厄 耶稣是我的厄 所以是耶稣的 所以我们不用揹着淡子 耶稣会负责的 当他负责 我们就可以轻散了 为什么可以轻散呢 他的厄是容易淡子轻散 因为耶稣会负责一切 他会给我们力量的 这里是一些讨论问题 我们这里就简约讲过 可以用 你发现我领的时候 可能都没有用光 或者我用省为改变 这个不重要 不过大约给你一些提议 第一个 你觉得有多少人有重担烦恼呢 你觉不觉得 人家有 先讲人家 先不要讲你 如果你说 你有没有重担烦恼 他说 你同一讲 又讲我那些个人的问题 他有时会担心 我们就看看他的反应 例如他讲人家的问题的时候 说得兴高采烈 你可以问一下 你自己有没有觉得有些烦恼呢 我说的时候 千万有一件事 很小心 不要让他觉得 我觉得你有很多烦恼 不要说 你说 在世上 你周围的人有没有烦恼 有 那你是不是有很多烦恼 他就觉得你真是烦恼我 说我不行 你可以这样 用柔和方来说 你有没有被这些烦恼影响 有没有那些人的说话 伤害你令他不开心 这样的时候 是用一种关心的心态 问他 就会比较好的 你看到那些人受影响的程度 去到什么程度 那就 好了 盗我者女来 即是什么意思呢 一陈间我都会问大家 即是 怎样叫盗我者女来 是否有个耶稣像 我走到耶稣像 就是叫盗我者女来 去教堂 到底有什么意思呢 第三 就是 安息是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可以安息呢 有重担怎么可以安息呢 比如说 明明 经济有问题 人际关系有问题 家庭有问题 怎样安息 那么多烦恼 怎样安息呢 这个都是我们可以思想的地方 我们都可以分享 可以分享我们自己 怎样得到安息的 好了 代表他有什么圣情呢 你来到他那里就可以安息 可以轻散 即是代表他有什么圣情 因为我熟性这个字比较深一点 所以我就不用熟性的字 你觉得耶稣有什么能力 有什么圣情呢 大家这个可以想想 人能不能够把安息给你 譬如说 我很关心你 那你很烦 我能不能够 不要烦 那些烦恼就立即走 会不会可以 我们做不到 但是耶稣可以 为什么他做得到呢 其实我们问的方式可以多元化 第四 这是一个假想 你如果有机会探天堂 你猜那些人会不会很烦恼 他们会怎么样呢 天堂是很轻松 你猜神可不可以把天堂的轻松放在地上 放在我们的心中 你猜基督徒有没有很轻松 有些基督徒真的不轻松 真的有些基督徒是没有做到这件事的 但是呢 希望我们帮人呢 我们自己都轻松先了 所以自己平安起落 人家更加容易受落 如果我们天天都皱眉头的 天天都很烦恼的 他说我看到你都很烦恼 你现在教我不要烦恼 我都觉得你没做到 所以我们自己都靠耶稣有平安起落先了 第五 耶稣说他心里柔和谦卑 你可不可以想象有一天你去到 看到耶稣 他会怎么样呢 他会很紧张啊 很厉害啊 怎样柔和谦卑呢 他会真的如何接纳人呢 那你知不知道有些人去过天堂 是真的有很多见证的 而我认识的就是王全道 他上去天堂 见到耶稣 知道他的烦恼啊 还看到天上的生命册呢 有了他小时候受伤害 哭到不得了 那个动画 然后神在他旁边手写的字在那里呢 就说我感受到你的伤心啊 我呢 很想当时接你上天堂 不过如果我接你上天堂 你就做不到我想你做的事 即是原来神是感受到我们的伤痛的 即是他很谦卑地感受到的 那么骗是什么呢 就是学耶稣的样式 可能他来说 这一句 因为这一句 就是一个未信的人 可能会有困难 但是我们也跟他说 你听耶稣说 跟耶稣 做耶稣吩咐的呢 你不要说到有事奉啊 那些他太复杂了 我们做耶稣吩咐呢 耶稣就叫我们心里能够享受安息 然后重担了 耶稣说世人的重担了 譬如说 家庭有没有重担啊 教子女有没有重担啊 跟老公老婆关系有没有重担啊 即是他不会想 可以这样问他 亦都可以说 你觉得人有什么重担 他想不到你就先说一下 家庭有没有重担啊 他说有了 好了 有没有人能够跟你说 啊 你和我结婚呢 你以后没有重担的 你和我一起呢 你以后都开心快乐 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没有人有这个能力啊 但是唯有耶稣 他能够告诉我们 他的骗是容易的 他担者是轻散的 然后最后就问他 你想要我和你祈祷 帮你怎么经历神给你的平安 和拿走你的重担呢 这个就是最后的邀请了 那我现在示范呢 就像我现在带着那个《茶经》那样 11章28节 30节 OK 好 那 首先呢 很欢迎你 现在假设了 你们是未信的 那 就很欢迎你 我们今天呢 查这个经文呢 我自己觉得很好的 帮到很多人的 这句经文呢 很出名的 因为很多人呢 在这个经文得到帮助的 那我们一起读一次好不好 耶稣说什么呢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类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负我们的厄 学我们的阳识 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因为我们的厄是容易的 我们的淡子是轻散的 OK 好 那这句经文说到 劳苦担重担 你有没有见过什么人 很劳苦做事的 有什么人很劳苦 有些建筑工人的费用 是啊 很辛苦 你见到建筑工人的面上是怎么样的 撒了黑鸭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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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有些妈妈都很劳苦 那些妈妈劳苦是什么 臭小孩 都很辛苦 对不对 好 担重担 什么重担 家庭重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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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些什么 经济 经济重担 还有些什么 什么重担 心灵 心灵 心灵重担 你看到周围的人 你觉得他们有没有重担 你觉得你认识的人 那些邻居 你觉得有没有重担 对不对 每个都没有 对 每个 为什么 我很少见到没有 你很少见到没有 对不对 真的很多人都有很多烦恼 我能不能跟你说 你有烦恼来我 我就搞定你的烦恼 没有人有这个能力 但耶稣很特别 他说烦恼苦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借你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安息 他自己的意思就是 就是休息 可以在神里休息 但很多人就觉得 有没有可能 这样 大家有没有听过 有些基督徒说 信耶稣的人 轻松了 有没有听过 这些见证 有没有听过 有 我们也可以自己分享 我自己以前 我因为被人 骂 批评 心里会有压力 会有不开心 我信耶稣 真的耶稣 将那些平安 喜乐给我 我真的 轻松很多 神叫我 真的那些烦恼 那些困难 其实我家庭 这是个人分享 在某个时候 我们可以有个人分享 其实我家庭 有很多经济问题 因为家人赌博 我以前 有做工 做学生时 做工 但我的衣服 忽然没有了 就是为什么 家人拿去当 在这样的情况 但当我相信耶稣 耶稣真的将 我的问题处理 祂真的赐给我 好的前途 好的供应 以至 我的生命里 真的发觉 可以平安 开心 那你想不想有这种平安 开心 想 真的人人都需要 对不对 你可以开心 做人 神真的知道你的需要 好了 接着耶稣又说 他说 我心里 柔和 谦卑 柔和 就是 你会怎样解释 柔和 他柔和 很柔和 就是为什么 很容易接触 是的 很容易接触 很温柔 是的 是温柔的 所以 房人温柔 很舒服 是的 很舒服 那么 谦卑是怎样 什么叫谦卑呢 我用手来代表 什么叫谦卑 本来是怎样的 是 降低自己 降低自己 来到谦卑 帮助人 那我都想告诉你 原来在网上 有很多人去过天堂 我都懂得有一个王全道 可能大家 对你来说 可能你没有认识到天堂 你没有认识到人 也好 你说 我认识到一个义牧师 他是亲眼访问过 有一个王全道 还有在香港 亦有一个关子妹 他也是上过天堂 另外有一个 另一个姊妹 亦都是 香港有两个姊妹 都上过天堂 他们都见到 耶稣是很温柔 知道他的问题 我们在这里 可以分享一下 他们上到天堂 怎么样 比如他们见到 他小时候的问题 耶稣看到 他有本书 他的生命拆 原来我们有本生命拆在天上 有他的动画 以前他如何伤害 然后耶稣写字在旁边 我很伤心 我知道他很痛苦 我想接他去天堂 如果我接到天堂 他就做不到我要做的事 原来耶稣是很温柔 他知道我们的需要 你想不想耶稣知道你的需要 你的需要 你想不想告诉耶稣 把这个需要告诉耶稣 你一次时的 你可以即时说 不如你现在说给耶稣 不一定要闭上眼前祈祷 你这样告诉耶稣 耶稣 耶稣 我有什么烦恼 假设你们是 你有什么烦恼 你现在想告诉耶稣 好听 我现在在经历 我教他那里 我讲话是磨人信的 因为别人给他说 但是我有时候也是人 不舒服 我唯有跟谁说呢 他说是跟耶稣说 他亲身什么都跟他说 他医治我释放我 我就是说到十几年的经历 是的 我就是这样 好 这个分享我们就要小心 如果你同不信 千万不要说这个经历 他说 我进了教堂 更多麻烦 这个我们就要小心 那我们可以说 我们自己也试过 如何养压给别人 伤害 但是耶稣真的释放我的心 让我的心平安、轻松 你问问对方 你有没有忧伤、烦恼 你想不想交给耶稣 耶稣说他柔和谦卑 他会怎么反应呢 当你告诉他 我忧伤的时候 他会怎么反应 我先问一句 你说你的忧伤 给你老公、老婆 或者你有些朋友 他们的反应 是不是个个都令你很舒服呢 一点都不舒服 有什么反应 有些没什么反应 不过耶稣不同 不是这样 耶稣是很温柔 很谦卑 当你告诉耶稣 耶稣很喜欢 所以我们就告诉他 接着耶稣又说到 你们当负我而骗 负我而骗 这句字的意思 可能是比较深一点 我解释给你听 牛耕田 拖着泥 要把泥弄松 它 它放在颈子里 就叫做骗 护耶稣 就是跟耶稣一起祝福人 现在耶稣可以帮你的重担 得到释放 你想帮别人 都可以做开心的人 想 当你好像耶稣 你负耶稣 就是跟耶稣一起做 帮那些人 有烦恼的 重担的 你就帮他 然后 然后 学耶稣的样式 好了 我们在圣经 很多次看到耶稣 他和人相处的时候 的方式 其中一个例子 那时候 彼得 会否认他 他的门徒 彼得 否认他 普通人 比如说 有个爸爸妈妈 可能大家都听过这个故事 爸爸妈妈很穷 就供他的儿子 读书 读得很厉害 后来做了医生 做了什么什么 很出名 好了 有一天 这个儿子 就 请了很多朋友 来 一起吃饭 接着他妈妈出现 穿衣服很平凡 进来 那儿子 说 这个妈妈是谁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 他说这个是工人 那那个妈妈会有什么感觉 非常之伤心 因为他帮了他这么多年 这样去帮他 但是他一点都没有 对他不好 完全是没有对他好的 耶稣 帮这个门徒给得很多 给得 变成一个 本来一个余夫 是没有知识的人 但是耶稣说 你将来会得人余得余 即是你会得到很多人 认识耶稣 谁知道耶稣说 他将会否认他三次 普通人来说 有个人会否认他 即是像儿子否认他妈妈 那样 儿子否认他妈妈 那妈妈的心会怎么样 很受伤 而且还会生气 对不对 有没有搞错 我早知道我不帮你了 对不对 但耶稣不是这样 耶稣怎么样 耶稣说 我已经为你祈祷了 叫你不止失了信心 耶稣很特别 他就关心他 耶稣就是这样 学他的样式是什么 耶稣原来整天都关心我们 他整天都对我们好 整天都想到你的需要 他就会关心你的 当你在世上有多少个人很关心你 有多少个人很关心你 多不多 现在多一点 现在多一点 通常来说 普通一个人很关心他的人 是五个之内 即是很关心 是五个之内 有些甚至一个都没有 但有些真的不懂得关心 但耶稣的样式是什么 他真的很关心人 他知道我们需要 他会安慰我们 耶稣是很好的 那你喜不喜欢耶稣 他真的会帮到你 他不是不帮到你 他会叫你的重担德释放 他会为你开路 他会慢慢帮你解决一些问题 让你有喜乐和平安 耶稣真的帮到很多人 所以耶稣说 你学我的样式 像我这样 去关心人 祝福人 耶稣帮你 你又帮人 那你的心里便必得享安息 我想问你 你享不享受人生 你到现在为止 享不享受人生 可能你享不享受吃东西 可能 你享不享受你周围的人 你可否称为享受 有些享受真的很好 真的很有福 不过你知不知道 有些人不享受生命 有些人真的不享受生命 为什么呢 因为那些人未必对他好 但耶稣说 你心里面可以享受安息 哇 挺好 原来信耶稣 耶稣会把安息赐给你 然后耶稣说 我的压是容易 先说我压 耕田的压 你和耶稣一起做事 是很容易的 我的淡子是轻散的 哇 普通人的淡子重不重 要照顾子女 照顾家人 要赚钱 是不是很重的淡子 很多人来说 真的是很重的淡子 但耶稣怎样可以告诉人 你的压是容易 我的压是容易 我淡子轻散 为什么耶稣会说这句话呢 因为他有能力 他有能力 帮助我们 这件事呢 你跟从耶稣 你就会逐步经历到神 叫你轻散的 我自己一信耶稣 其实当时家人 很多很多反对的声音 很多责骂 但当我发觉 我一赞美神 真的很开心 真的发现是很轻散的 虽然我做很多事情 我经常都很努力 那时候我都很努力 现在我都很努力 但我觉得很轻松 你想不想 就算很多事情做都很轻松 是可以的 耶稣有这个能力 赐给你的 那可能你说 我怎样得到这个安息 你知不知道 怎样可以得到耶稣的安息 怎样可以在耶稣里面 享受耶稣 多亲近他 是的 多亲近他 你听过这件事非常好 你听过这件事 懂得说亲近耶稣 非常之好 原来找耶稣 是真的会安息的 有很多人 赞美耶稣 感谢耶稣 耶稣就把安息给他 还有当我们 承认我们的罪求 耶稣做救主 耶稣就会祝福我们 那你想一起祈祷 求耶稣 将这个平安赐给你 将你的安息赐给你 我一会祈祷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你跟我说 第二个部分 我带你 怎样去享受神的安息 好吗 大家闭上眼 跟着我一起祈祷 亲爱天父 你跟着我说 多谢你 你差遣耶稣 来到世界上 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 来拯救我们 耶稣柔和谦卑 祂关心我们的需要 关心我们的痛苦 耶稣充满慈爱 我们是罪人 我们有得罪人 有得罪神 有想过不好的东西 有伤害过人 求耶稣赏灭我们 我们有很多重担 求耶稣拿走我心中的重担 叫我开心回来 感谢耶稣 多谢耶稣 好了 这一阵我带着祈祷 你就可以 你的心跟着就可以了 主耶稣多谢你 你现在来探我们 当我们找耶稣 你就来探我们 你就祝福我们 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 我有得罪人 我心里有烦恼 但耶稣说 你叫我来到你那里 就得到安息了 求主耶稣帮助我 放下烦恼 让你照顾我们 耶稣是平稳安静的 圣经一句说话 我的心平稳安静 好像断过奶的孩子 在母亲的怀中 因为断过奶的孩子 在母亲的怀中 就是享受他妈妈 我们唱这首诗歌 你唱也可以跟着唱 我的心平稳安静 好将断过奶的孩子 在他母亲的怀中 在他母亲的怀中 我的心平稳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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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将断过奶的孩子 在他母亲的怀众 我的心平稳安静 求主耶稣这一刻来到这个朋友的心中 将他的烦恼交给你 他心中的不开心 他家庭的重担 他心中的烦恼 求主耶稣拿走 安慰他的心 让他的心轻松 当我们呼求耶稣 耶稣真的拿走那些重担 求主的平安临到他身上 主要他同在 祝福他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耶稣在爱我们 耶稣在跟我们一起 我们又唱首诗很简单 主耶稣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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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圣经告诉我 你可以跟着唱 一路相信耶稣爱我们 他们说 主耶稣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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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圣经告诉我 我们多谢耶稣 将平安赐给我们 我们祈祈奉主耶稣 圣命 阿门 阿门就是真心的意思 我们真心祈祷 耶稣就听我们的祈祷了 我想问你 有些祈祷有没有觉得 轻松一些 有没有觉得 心好像松了一些 如果有 就是耶稣来祝福你 原来你也可以自己找耶稣 就算我不是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你找耶稣 耶稣都可以叫你得到安息 那你想否以后也有安息 在耶稣里面很开心 平安 那你就以后跟从耶稣 这个部分 我们就不详细说了 主要大约 大家可以开眼 其实根据那个人的情况 有些人你可能说多些 有些人说少些 有些人可能我们邀请他回应 有些人可能我们分享多些 看情况 有没有人有问题想先问 没有人有反应 我们刚才是很踴躍的 是 是 是 多谢你 有一个可能性就是 你邀请一两个基督徒一起 他回应 那些人就容易回应 这是一个方法 如果真的你只有一对一 而他又不太回应 你看到他几秒钟都不回应 你就代他回应 而且这些问题可以简单一点 简单一点 和他相连 怎样相连呢 你不可以看到他臭子 那你就和他讲臭子经 你看到他的手很粗 就是做了很多辛苦的工作 那你就和他讲一下 你的工作有没有带给你压力 就是看他观察的人 你都会大约知道他是哪一类人 比如他曬得很黑 那可能他以前在田地工作 或者是在太阳之下 或者他有很多运动都不一定 那就根据他的情况 去和他聊天 控制不了宣传的情绪 OK 但是好像你那样 热爱住那种心 那种火热 为什么我做不到 这个慢慢来一步一步 我各别和你聊天 各别和你聊天 因为我现在想问 就是问现在这个方法 就是这个福音圣查经 OK 好了 Michelle就说你愿意做 这个可以先停止直播 然后可以试试你大 好吗 你用这个咪 不要紧 这个是练习 为什么呢 比如我初初回到教会 我初讯的时候 牧师教我们全夫 然后有人训练 我们跟着做 做到熟了就外出做 不要紧要的 因为我们模仿 不要紧要的 不过你总不会一式一样的 肯定是有些分别的 那就是让你经历一下 你大时的那种感受 OK 好 行 大家好 今天我们就试一下 去到 一起查一段经文 就是 马太福音室的章二十八节 那大家有没有开着过圣经 或者可以大家分享一下圣经都行 都可以 好 好 好 那这里说 我罚努苦担重担的人 都可以 都到我自己来 我要使你不得安息 那你觉得什么叫做努苦 我不书唱 很重压 那我不书唱那个重压 那就是腌骨 那你觉得都是努苦 是的 绝对是的 那 好了 那这个 原来不单是身体外面那种 很浓动 很努苦 而是心灵里面 刚才一位大人都说了 是腌骨 很舒畅 很舒服 那些 那 重担 你知道吗 有没有 怎样去解释重担 你们觉得是什么 嗯 整个都疲乏 很累 好像很法力 那样 那样 好像处理了一些 要处理的东西 又好像有心无力 那样 嗯 就是觉得很重 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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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就是自己都不知道 如何去处理这个 淡子 嗯 当你们有这个淡子的时候 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呢 就是睡眠啊 身体啊 一定会的 就是如果压力太大呢 我也有听见 那些朋友分享 几天都睡不着 嗯 总之 未必要想其他东西 但是因为你有这个淡子的压力呢 就会令到你的心心灵都不健康 就是没有帮他进入睡眠的地方 嗯 是的 会造成失眠的 因为整天都想着那样 心开心 还有不开心 会想着 是 是 是 现在睡不着觉 是的 那有没有人呢 你可以跟他说完之后呢 如果有人说 哎 你跟我说 我让你得安息 睡到觉了 你们有没有试过遇过这样的 有吗 有吗 未必是这样的 就是可能每个人的淡子都不同 就是 就是好像近日有个朋友 那他被人误解了 令他心里很不开心 就是几十年都没试过 那样好像上去屈 那样 也是几天都睡不着 那我就叫他 你多些祝福 就是令他 就是伤害你那个人 我说 其实你当你去祝福 就是上帝叫我们 不要就座 只要祝福 只要你祝福这个人 其实你都是无福的 是 你都是被受祝福 还有你心里的结 那些不开心的东西呢 就是随着你祝福的人呢 神会慢慢帮你化佳 因为我听过不少人 就是不判施 就是不判施 或者是苦毒呢 就是按着上帝的心 去祝福你那样 就是整理一下他的苦毒 慢慢退去 就是你的朋友的苦 就是你这样告诉他 曾经有人依靠上帝的时候 就是苦毒慢慢退去 就是曾经有见证 是有些人是跟着人的伤害 是愿意去祝福这个人的时候 不断去祝福的时候 他就慢慢去消失了 不会再去有这个不判施 很开心啊 不劫在里面 就是退去他自己的关系 就是得医治的失识 我相信是 神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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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关注这些东西 就是比喻医治的问题 就是用神的怀疑去解释 就是用神的怀疑去解释 用神经的怀疑 你没有试过有一句神的怀疑 可以令到你得安息的 有 我说你相信我 我是神 就是说我是 我早期有点不开心 有点怀疼 我洗奶 让我洗 神的怀疑 你要安静 你知道我是神 叫我要安静 知道祂是神 那之后我自己就用神来说 你只用来一项祈祷 神真的放大我前面 放大我 放大我 解决了我的问题 解决了你的问题 嗯 这两位姐妹的分享都很好 原来神的怀疑 真是使我们 那个凡路的结 真是解开了 嗯 嗯 我要使你们得安息 就是刚才 从那两个分享 其实我自己呢 又跟你们有差不多 自己有个经历 就是会 跟人 可能有一些 有些言固 那又会想着 那越想着 不要想他了 就越想他了 那然后 算了 想一天算了 那谁知道 我整个星期 那我整个星期就失眠了 那跟人谈呢 其实 对方可能呢 又会否定我情绪 那可能为兄弟 或者又加剧了我 那最终呢 我自己呢 就真的打开本圣经 去看真言 那慢慢呢 看下看下呢 就静下来 立个心 是的 那我们这些呢 都是一些 就是经历分享 就是 原来来到神面前呢 就真的 会得安息的 嗯 未必是 就是可能有一个人 都可以的 但是 这些人可能 是 不是太多 希望我们都可以 做到这样呢 好像学到耶稣的样式 那样 就是 在跟人们 溝通 听人们的心事的时候 都 不要激态对方 但是 至少 而是真的帮到他 在开座 得安息 那样 好 多谢你 嗨 大家好 我叫平生 你好 24 mening 我们今次一段 Globe 書 Philipp Chong 一段圣经 非凡拍佛音 十一章 二十八 注意 估 大家 不想 зам球 佛教兰 很重疼的人 甚至同一個女生 請問你們在生活上有什麼路苦玩 憂慮 憂慮 我覺得工作上的問題是有時 好像收拾同事的手臂覺得好像很實體 透過你的經文告訴你 是啊 我都曾經試過 你這樣祝福人的動作 就是你左手做事沒有給右手指高 用這些經文是不想說的 謝謝 是 會的 我都試過 因為跟孩子一起做事 人家就做一點點事就會轉身 自己就不停站在這裏 不斷做不斷做不斷做 其實真的不是很學生 是 還有其他人想分享一下 有時人生有時的經歷都會覺得自己 好像沒有想說是很無奈 那就是真的多一些親近神 當我開始操練等候神右手 我就開始進入神學安息裏面 雖然不是叫我操練很久 就是大概等候一個小時左右 但是在經歷的裏面 就是覺得我個人很平靜 就是好像神幫在我裏面做的事 去化解到一些自己的無奈 就是讓我知道我是無能為另外緣裏面的 但是上帝就在當中將他的平安 將他…就是告訴我 是的 他現在是掌管一切 好像我不需要覺得好像周圍的人 或者朋友 親戚 待會好像為他們祈禱了 都好像沒有改變過 但是只要上帝是掌管一切的話 還有我不會再去想這件事 將自己的無奈、無能 演藥給上帝 那我就可以進入上帝安息 是 阿榮儀你真是好好的 我怕你結合上帝 你會帶你分享嗎 我跟這位姊妹有一點點同感 就是自己解決不了的問題 我不會跟朋友、親人說的 因為我感覺… 但我又看起一個新聞 說人中的盡頭是神的開始 那我學習去改變自己 希望有朝一日 神幫我解決到我心的問題 我的心結 是 這一位大器官都好 我們很多時候跟人說話 人家不明白 但是跟耶穌講耶穌的命 耶穌說我們知道我們有老父 答同胆 祂邀請我們去祂那裏 祂就使我們答安息 我們信耶穌是不是很好 很有福 每一個人面對生活 都有自己的同胆 我們的伯母有時擔憶氣 但是耶穌說我們一起擔憶 你說不得多麼有福氣 OK 多謝你 好 多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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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